近日教育部公告 教保服务人员辅导与管教幼儿注意事项 规定教保人员可以对4岁以上的幼儿罚站 但是每一次不得超过10分钟 每天累计不得超过20分钟 有教保人员就说制定这些规定 对老师来说很不尊重 未来在教学的现场 老师为了要保护自己 恐怕只会更不管教孩子 连家结束小朋友都回到校园 而近期教育部发出公告 定定及实施教保服务人员辅导 与管教幼儿注意事项 其中在一般管教措施中 老师除了能适当口头纠正外 如果要请4岁以上幼儿站立 进行思考反省或调整情绪 每次不得超过10分钟 每日累计不得超过20分钟 只要叫他去罚站 他就知道他错了 也不需要硬性规定这样子吧 我觉得是看状况吧 因为如果一天小朋友都这么皮的话 你如果只有罚站个最多两次 可能小朋友就觉得说 我一天只要罚站两次就好了 新规发布后网友反应不一 有人说用这种溺爱的方式教育 小朋友会越来越难教 但也有人认为应该是完全不能罚站吧 对此的幼教业者无奈表示 以后请小朋友罚站前 要先了解有没有满4岁 而且恐怕还要随身携带闹钟 让我们的老师觉得 我非常的不受尊敬 因为现场很多多变的情况嘛 那并不是说你罚站就可以解决 你用那个时间表来订定给老师 我觉得这是一个 没有教育本质的一个条款 家长老师各有立场 新规上路 是否有执行上的困难 只有等时间给答案 记得台北综合报导